MING PAO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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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香港旅行我安排了體驗旗袍 在香港街道穿旗袍是 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 那就跟我一起穿著旗袍出去玩吧 嗨喝喝 我們現在在 毒鴨 牆這邊拍照 它是一個粉紅色的毒鴨 我覺得穿旗袍跟香港這種中西合併的塗鴉牆都還蠻適合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來香港玩的話 就是可以來租旗袍 然後可以來附近拍照 蠻方便的 因為我們是在大概上環到中環中間 然後我們還會陪圈幾個就是附近的店 然後那些藝術獎金都是在中環跟上環這邊 所以就還蠻適合拍照的 第二個點我們到了大館來走走 這裡是香港的歷史文物館 裡面有一些餐廳文創小店可以逛喔 大館這邊就是有很多香港歷史的文物之類的可以參觀 我們剛剛還有看到後面有一些監獄 因為這邊後面背景是白色的 所以就是比較簡單然後又很好拍 所以大家來穿旗袍可以來大館這個地方來拍拍看 接下來我們到了非常有名的鹿魚茶室享用的港式飲茶 聽說這間非常非常的有名 但可惜的是我們太晚來了 很多想吃的餐點都沒有了 不過點到的餐點都非常的好吃喔 OB是在20年華預約的 我是官網預約的 他們會發email確認 當你收到確認信就表示預約成功囉 到了現場之後我們就先挑選自己尺碼的旗袍 男生女生都有很多的款式 我是選擇硬挺的材質 穿起來會比較瘦 他幫我弄了頭髮 然後後面是整起來的 就是我自己的恩華 你喜歡它所以那個尺寸不行 身體下來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可以穿著旗袍在香港拍拍照 也是另外一種玩香港的方式喔